加州罕災導致大片野花林罕死 從而引發蜜蜂效應 令到數以千計的蜜蜂失去了天然食物來源 養蜜蜂的人被迫以人造花蜜和蛋白質補充品去餵殖蜜蜂 但始終都是指標不治本 有養蜂的人表示 今年蜂蜜產量只有往年的十分之一都不夠 情況非常之嚴重 加州是全國最大的蜂蜜生產國之一 但這一個為期三年的罕災 導致蜜蜂的數量銳減三成 蜂蜜價格飆升 蜜蜂是植物播種的主要渠道 加上從外國進口的蜂巢成本昂貴 蜜蜂數量減少打擊農業 當中廉價農產品首當其衝 今年這個牌子的蜜蜂生產量只有過往的10% 因為沒有足夠的花蜜 養蜂人需要餵蜜蜂、餵養糖漿 今年年初聯邦供水系統和加州供水系統宣布 為了極度乾旱的年景保證居民的生活用水 中谷農業區全年灌溉用水的配額是零 令很多農田只能種一些需要少量淋水的植皮 防止土壤侵蜜 而更多農田更荒謬 天哪衛視編輯報導